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孙陶然 拉卡拉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1969年出生于吉林长春 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 过去25年间 孙陶然先后创办了四大广告 蓝色光标 横击伟业 拉卡拉等多家知名企业 是国内最成功的连续创业者之一 他撰写的《创业36条军规》 特别提到创业成功是小概率事件 但却是一种最绚丽的生活方式 同时回答了什么人适合创业的问题 此书出版第一年 即加印36册 销量过百万册 被誉为创业宝典 欢迎孙总走进我们的时代之商节目 您曾经出了一本书 叫《创业36条军规》 这个已经被很多的创业者视为创业宝典了 你曾经对你女儿说了三条 三句话 我觉得这个也不妨对我们的创业者们 或者准创业者们来谈一谈 这三句话是我给我的大女儿写的 在她14岁生日的时候 她当时过生日 我刚好在英国访问 所以当时就用英语给她写了三句 第一句叫To be a nice one 就是做个好人 因为人的一辈子 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 你会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但是根上是什么 我跟我女儿讲 说根上应该是要去做一个好人 你当做一个好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多 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好人 你会发现你的路越走越宽 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好人 你会发现你晚上睡得着觉 你夜半不怕鬼叫门 所以我说第一条是做一个好人 那么第二条 就是Just do it 做你想做的 去行动好了 我跟我女儿讲说 我虽然生了你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权利给你规定 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说我不会告诉你说 你要学文学理 或者是你学哪一门科 甚至说你要在中国生活 还是去国外生活 我说我都不认为我有权利 告诉你 但是我可以把我的经验 我的人生经历告诉你 供你来参照 人的选择其实没有对错之分 只有你喜欢不喜欢 你愿意不愿意 我说尽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当然你想做不能做 那没有办法 那第三条 就是我跟他讲 我说这个是敲门 就叫so what 成了又如何 败了又如何 就不要在乎别人对你怎么讲 那你应该在乎的是什么呢 应该在乎的第一个 我认为说价值观 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对还是错 你例如说善良是对的 邪恶是错误的 第二要把握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自己 你自己对这件事情来讲快不快乐 那除此之外 别人怎么去讲的话 其实不重要 那我想跟他讲的更重要的一点是 只要你努力了 其实你最后是说达成了目的 还是没达成目的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努力的过程 就人生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那你走这个过程的过程中 你尽了你自己的权利了 结果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那我去回顾我这一辈子的时候 我觉得这三条 是我挺重要的一个心得 我现在告诉你 那你听不听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听不听是你的事 告不告诉你是我的事 为什么在这 让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对天下很多的孩子 都会有价值的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讲做事先做人 就是你人做对了 其实你的事情也会对 当然我还有一个 比较违心的一个观点 我认为人生其实 就是一个死亡的倒计时 那最重要的就是 当你离开那天的时候 你的遗憾能不能少一点 你的欣慰能不能多一点 这三条基本上 就可以让你遗憾少一点 欣慰多一点 虽然孙陶然四十多岁的年纪 在企业家中 着实还算年轻 但连续多次的创业经历 让他人生的前一半 已经比很多人的一生 都要丰富和跌宕起伏 早已修炼的人情练达的他 将创业二十五年的心得与教训 提炼成一部 创业三十六条军规 帮助了无数身处迷茫的创业者 创业既要不断面对 大量的信息与变数 在这个机遇与浮躁并层的风口 创业者应该如何守住灵台清零 选择正确的那条路 孙陶然对此给出了他的建议 这本书里面不仅仅是对女儿的一些嘱托 更重要的是对很多的准创业人的一份叮咛 特别是第一条写上的是 创业成功是小概率事件 我就单头一棒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创新是一个普遍性的事 任何人 任何企业 任何事都需要创新 不断在创新 但是创业不是一个普遍事件 因为创业首先它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只有极少数人适合创业 另外一个 创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任何一个企业要想做成一个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 没有十年是不可能的 那再者一个就是创业成功是小概率事件 就也许你和我觉得我们周边的人都是创业成功的人 那是因为我们接触的圈子 大量的不成功的人你根本没有看得到 所以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小概率小到什么程度 小到不论是上市 或者是说你在你的行业里边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或者说是你是健康可持续成长 就不管你用什么标准来定义成功 很可能这个成功的概率只是个位数 甚至是1% 3%这样的个位数 绝大多数的企业会长期处在 就是在赚钱和不赚钱之间的挣扎 其实是压力蛮大的一件事 但是反过来讲 创业又是最绚丽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经常讲创业的一年 你经历的酸甜苦辣 悲欢离合 可能比不创业的3年5年经历的还多 所以从人生是一种体验的角度讲 如果你要是热爱创业 你其实去 你是应该去创业的 但是我特别希望告诉大家的是 在你出发之前 你一定要知道 这是个马拉松 然后这是一个10年的事 不是一年两年的事 甚至是百年的事 如果你想清楚了这点 你还想去 那你就去 你不能说我稀里糊涂的就去 你说那天我特别同意 确实是百年的事 你千万不要觉得说 等我创业成功了之后 我再去生活 我说没有那一天 因为创业是个一辈子的事 只要你没死 哪怕你已经退休了 当你的企业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还是要重新出山 你还要是重新去引导 除非你肉体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说这个创业就结束了 所以创业也要享受一个过程 你不能想着说 等我创业成功了之后 我再去陪一家人 等我创业成功了之后 我再去旅游 等我创业成功了之后 我再去回报社会 你应该是并行一起干的 因为你没有结束的那一天 创业其实是压力蛮大的一件事 所以RQ应该比较适合创业 就是你必须有自我的心态调解能力 这点很重要 那么哪些人能适合创业 其实适合创业的人 它是有一些共性的 大多数人其实不适合创业 首先我们看创业是什么 创业是要带着一群 你现在还不知道是谁的人 去一个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 我觉得创业的领军人物 他需要具备的叫三个素质 两个能力 第一个素质就是远见 就你要至村高远 第二个素质是心胸宽广 第三个素质是要意志坚定 就是摆折不挠打不死的小强 那需要具备的两个能力 一个是战略能力 就是你要能够去设定一个目标 设定路径 然后组织资源去实现它 那另外一个能力是学习能力 你需要能够像自己学 像先进学 像古人学 那这三个素质和能力 你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老大 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都不是一个老大 都不是一个领头大哥 其实很难想象 你进入到创业的这个领域里边 你能够把这件事做起来 所以你按照这个标准来去比对的话 具备这种素质和能力的人 其实应该就是人中龙凤 这种人在人群中的比例 绝对不会超过百分之十 当各路商界明星 在媒体上坎坎而谈自己的光辉历程 创业这个词汇似乎被赋予了光环 变得格外诱人 孙桃然冷言热心 扯掉创业华丽的外袍 和盘托出关于创业背后的真相 小概率就是因为走不长 你一般都折在什么地方 其实我讲36条军队 核心是一条是走正道 出来混走是要还的 你的所有的小聪明 所有的歪门邪道 最终来讲都会搬起石头打死你的脚 正道才是捷径 直面真相 再决定是否要踏上创业的漫漫长路 这是每一个准创业者 需要解决的第一道课题 对这个真是过早创业的人 那么会带来什么 我想您会有分析的 那就看你选择的创业点是什么 如果是为了就业而创业 这对大学生来讲 有可能进入到一个 不能说万劫不复 就会进入到一个很悲惨的境地 为什么呢 如果你连找工作都找不到 那么你要去创业 那你能创什么 你能创的可能就是摆个小摊 开个小店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就进入到了一个很低的一个层面上 来去为了生存而挣扎 那相反的话 如果你去就业 那你在的那个体系里边 你能够接触到的人的层次 能够接触到的事物 能够去接受的这种挑战 都是更高层次的 而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其实你有一个学习和再适应社会的过程中 如果你在一个比较高层次去适应 那你未来可能就是选择余地要大很多 但是归根结底 其实我愿意讲的事情是 一定要想清楚 你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我认为这件事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所以在回首我这么多年的经历里边 特别有收获的一点是 我比较早的就想清楚了我的三观 就我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核心就是人生观 就大概在我高一高二的时候 我就基本上想清楚了 我这辈子想怎么过 所以当学文学理 包括考哪一所大学 学哪个专业 甚至毕业之后怎么工作的话 我都是自己拿的主意 而且我的主意特别坚定 就是你越早想清楚 你这辈子想怎么过 你就越有可能过成你想过的这种生活 因为可能在别人懵懵懂懂 或者说大家都在考托福 你就去考托福 大家都在找工作 你就找工作 大家都在找女朋友 你就找女朋友 在别人都是随大溜的时候 如果你很清楚 你这辈子想过一种什么样的人生 你就可以不断地去接近你的目标 我认为这点最重要 所以你说创业也好 是就业也好 出国也好 留在国内也好 其实这事都不重要 它都是一个选择的结果 核心在于你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你死前 你先去回想说 你这辈子怎么过的 在你死前的时候 你觉得遗憾比较少 你觉得欣慰比较多 你把这点想清楚了 你就知道该怎么过 小概率就是因为走不长 一般都折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第一个不能心急 一步一步地走 如果你确定你的方向是对的 走慢一点又怎么样 如果你确定革命一定成功 那晚半年成功又怎么样 没有问题 重要的是方向不能错 第二点 如果要创业的话 其实要特别有定力 你不要看着说 别人公司估值已经多少了 你也要把估值多少 别人融到资了 你也要融资 甚至说媒体来采访 报道你几次 你就飘飘然了 你就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 特别要有定力 就知道你应该做什么 因为对于创业者来讲 最重要的是把你的企业做好 把你的企业做好里面 最核心的是你要把收入收进来 把利润挣出来 这是最核心的一点 你要知道别人怎么夸你 和你参加的所有的这些活动 得的这些奖项 其实都是外在的东西 内在的东西要把企业经营好 最后一点就是要走正道 一定要走正道 我反复地强调 其实我讲36条军规 核心是一条是走正道 一定要走正道 不论是做产品还是做推广 还是做企业经营 一定要走正道 你要相信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你的所有的小聪明 所有的歪门邪道 最终来讲都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正道才是捷径 对 柳传志说过一句话 说都不比谁傻半小时 所以耍小聪明是没有用的 你是比我聪明 你现在去骗我 你去给我耍个小聪明 半个小时之后 我肯定想明白了 所以真正来讲的话 走正道是非常非常核心的 早会也许是孙陶然成功的优势 但他早就明了 创业与做人一样 物质小聪慧 一路恪守正道 更是他六次创业 六次成功的关键 如果创业是一场 旷日持久的马拉松 孙陶然会用什么样的分享 帮助更多创业者 触及成功的彼岸 时代之声精彩继续 就是我们起步了 我们心态秉持住了 我们坚持住了 接下来我们将面对怎么样的问题 创业基本上三座大山 就方向 人和钱 我认为这里边最重要的是找方向 这个方向还不是行业 其实是产品 一个公司 我认为它的本质 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 做买卖 做出一个有人 愿意花钱来买的产品 把它卖出去 你看我们很多的公司 风风光光的 但其实它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它没有做出一个 有人愿意花钱来买的产品 这就是找方向 而在我看来 这个找方向 基本上可能会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包括像我这样 就已经成功的创办过几个企业 我在创办拉卡拉的时候 我大概也用了三年的时间 把我们的第一个方向找到 大方向很清楚 在大的面上 找到一个精准的点 是有用户有刚需的 然后你再把需求给它满足了 然后你有合适的性价比 让人家愿意花钱来买 这件事 大概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而这个也是创业里边 最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把方向找准了 那么你可能很自然的 你就可以去找到 愿意跟你一块去 往这个方向上走的人 如果方向和人都有了的话 钱自己会来找你 那您做了很多公司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 都是成功的 那么您是怎么吸纳 不同的人才 到你公司里来的 我认为第一点最重要的 应该是志同道合 就是这件事 它跟我一样激动 一样想做 就第一个是志同 就是我们的志向 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 第二就是我们做事的原则 我们做人的原则 这个道是同的 这点是最最重要的 那第二点的话 就是你自己要有足够的威望 别人信你 愿意跟随你 那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对别人公平 让别人超出预期 那这个超出预期 不仅仅指的是说 你在待遇上 你在这个回报上 首先的话 我认为指的是一个分享 就大家是伙伴 就这个事业是大家共同的事业 第二个就是你要让你跟随你的人 不断的能够去进步 去成长 所以为什么我会去做这么多企业 也是一点 就第一个 我做每一个企业的时候 我都找了好几个合作伙伴 就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股份 第二个 当我们把这个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一定希望 就是我的某一个伙伴 来把这个企业接手过去 他不能永远是副总 我希望他是总 那当他把这个企业接手过去的时候 那我就退出来了 所以我一般会给自己 再选一个新的方向 因为我这人比较懒 我是觉得说 如果这个事是我的事 那就把我累死了 如果这事是别人的事 我就可以搭车 所以我一般特别希望 就是说找很多人一起干 这样的话 大家一起来担这个担子不重 然后别人成长起来 别人能做的事 我都喜欢让别人去做 我的人生观里边 我认为人生应该去多体验 我觉得做一个公司 只是一种体验 你在不同行业去创不同的公司 是不同的体验 所以我的这个人生观 就直接决定了 我会做出这样的一种选择 人的一生 其实也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那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认为有两方面很重要 一方面就是 你对这个世界到底了解多少 就是你在精神层面和灵魂层面 你对这个世界 对人生 对历史 你领悟了多少 另外一点就是 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什么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 有没有人还记得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这个人存在过 有哪些东西是他存在的印记 你像我早年曾经把我在驾校学车书的驾校的教练 后来招到我们公司 后来他成为我们一个子公司的股东 就这些可能对他们来讲是 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这辈子会达到的这样的高度 但是是因为他认识了我 因为有这样一个机缘 我帮助他去做到了这一点 这些对我的成就感要比说 我赚了多少钱 或者是说我吃了多少好东西 对我来讲满足感大得多 如果找人 我们再说找钱 你曾经有一个理论说资本是一段情 很多创业者认为 他去融资了 他就跟资本结婚了 跟资本结合了 那我想其实不是这样 资本投你的是为了退出的 你创办这个公司 是为了一直把这个公司经营下去的 然后一个基金 他会投70个到100个项目 所以你只是人家的1%到1% 但是这个公司对你来讲是100% 这个讲的是一个什么逻辑呢 就是投资人跟创业者之间 既是利益一致的 也是不完全一致的 所以作为创业者来讲 不能够把公司的决策权交给投资人 不能够把公司的命运交给投资人 只有创业者本人能够去把握住这个公司的命运 他也必须自己把握 如果一个创业者因为融资之后 就把公司的决策权 把公司的战略方向都去听投资人的 我认为创业者是对自己不负责 对员工不负责 对其他的股东也是不负责 其实对投资人也是不负责 那么怎么能赢得这个投资人 这里边来讲本质上来讲 还应该是你自己的公司做好 那其他的方面呢 有些技巧 在公司做好的前提下 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技巧 才能赢得风投这些资本的青睐 其实这就跟一个男孩去追一个女孩 或者说一个女孩想让男孩来追她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你最好是先引起他的注意 让他来找你 而不是你去找他 那么如果他来找你的时候 你最好是了解这个人 知道他的麻筋在哪 知道他的兴奋点在哪 你去激发起他的兴奋点 这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所以很多创业者说 我去参加一个大赛 或者是我被媒体报道一下 就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 其实万事万物是一个道理 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一个对联 我也把它当作类似于我的座右铭 叫世事动名节学问 人情练打击文章 其实智商只是一部分 情商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我见过有些很强的人 他可能他跟一个人的这个 保持的这种联系 可能是三年五年十年的一个联系 然后十年之后 他们发生了合作 所以真正的一个人 你要想去成事 你应该知道说 你做的这些事里边 需要去积淀的一些东西 下期时代智商 杨帆继续对话 拉卡拉集团董事长孙陶然 展示孙陶然特别的生活经历 让人感受到早会质疑人生的价值 并解析他六度创业 六度成功废后的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